大慈山万元寺将举办佛妻法会 并为大众传授法官在界 位于苗栗的大慈山万元寺 4月16日到4月22日举办佛妻法会 自开法师开释 把佛妻和一般的用功模式不同 由师父带领下精进用功练佛 是很难忍可贵的 我们万元寺在4月16号到22号 有举办佛妻法会 我们知道我们在用功的修行者 我们平时在用功 跟在打佛妻 他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打佛妻是为了刻起取证 就是在七天的精进用功 有师父的带领之下 我们可以安住我们的身心 然后一心的用功来念佛 这是非常难忍可贵的一种用功的模式 我们一般打佛妻就是以七天为一期 有的到场他可以打两个妻三个妻 就这样子一直下去 我们打佛妻的时候 也会跟大家来受八观栽戒 那八观栽戒最主要 我们知道是修行者的一种修行的模式 就是修犯恨 那在家居士一般在俗物方面 就是比较多 我们借着打佛妻的时候 让大家来受此出家的这一种戒恨 让大家体会一下修行的这一种生活 所以跟大家来受八观栽戒 让大家能够安住身心 精进的用功办到 以达到将来都可以往生西方 喜乐世界的这一种质量 万元氏在打佛妻的同时 也举办八观栽戒 让信众体会出家修行生活 安住身心 十方新闻胡佳萱 曾千俊苗栗采访报导